我真的是千古罪人 我昨天把我老公的板子直接砸在地板上 後來三個不同大型的大動作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怎麼補板 四個在家輕鬆補板的方法 有手就會 板子有破一定要補 你不補你板子以後進水之後 它重量跟浮力改變了 日子長久後 你板子就沒有辦法追到啦 所以一定要補 在補板前要先出現你 板子的破洞是乾淨 還有是乾的 乾了之後把壞水的阻汁給去掉 確認它沒有辣沒有鹽也沒有沙子 然後是乾的你可以先把它晾乾一到兩天 確保板子裡面的Crab也要水 那去確認的時候你去捏一下那個Crab 看有沒有水會出來 或是給它吸一下 如果還有的話再把它晾乾多幾天 不然你補完之後出來的成品會長這樣 好 第一個比較簡單的急咒方法是 Day Tape Staker或是Aluminium Tape 這三種都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急咒方法 我手上那卷叫Guerrilla Tape 在吳京普京有賣 我賣6個8號衣 Day Tape是有防 UV 還有防水的 我要去製成的 雖然它是防水 但不能保證你的板子不會進水 所以它只是一個急咒方法 像如果你不開了5個小時去衝浪 結果一下水它就破了 就貼一下頂上 但不能是一個長眼的方法 為什麼 第一你要貼的正確它才防水 就像你貼手機膜一樣 你一定要確認裡面沒有空氣 不然它就會一直有空氣跑來跑去 然後就會有水進去 第二是因為Crab用什麼樣的Take 它碰到海水跟太陽 日子長久就會氧化 然後也會進水 第三 你貼太久之後 你的板子貼的邊緣會有一個黃黃的印 尤其如果你是白色的板子 或是淺色的板子 就更明顯 所以 加一次水之後 就 給它好好補啦 總結Dinty的好處和壞處 以及好用的牌子 還有一種Dub Tape是不行的 很多人說Dub Tape 可以當Dub Tape是不防水糖嗎 第二叫Dint Putty 它就像一個泥膠一樣 適合在Bowse Epoxy還有Poly的板 也適合再大一點的破洞 從小弄到裂縫都能用得到 而且它不會弄到到處都是 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步先把傷口清理好 把所有壞掉的部分都拿走 第二步用沙子在傷口上磨 這一步很重要 可以幫助之後的材料黏得更緊 像做指甲一樣 切出需要的量 把雙手弄濕 這樣Poly才不會沾手 把Poly拖到顏色均勻 捏出相應形狀後 再Apply到傷口上 扶平Poly把多餘的Poly去掉 蓋上一層保鮮膜以免有其他東西不要進去 完全乾硬後打磨子順滑 第三種的UV Cure 你買了一隻之後它裡面會有 各種東西 這個要注意 它不是各種板子都能用 你必須找到對的 你是Eposte想要用Eposte 你是Poly的想要用Poly 不然你會Fuck up你的板子 千萬不要在太陽底下用 你需要在陰冷的地方 把它先Apply之後 再把它放到太陽底下的樣子去乾 還有去變硬 因為它遇到UV的時候 它都會馬上變硬 如果你還沒準備好 就一來慢就 使用方法第一 先清理傷口 把所有不該在的東西都去掉 第二 用砂紙在傷口上面磨出細痕 第三 先用皺紋膠子 把傷口周邊的封好 避免Version站到其他地方 塗上Version 確保Version塗抹在整個傷口上 Option用保鮮膜或Plastic塗蓋傷口 放到太陽底下直到冰硬 完全乾透冰硬後 再用砂紙倒抹到寸後 做出來的材質 會相對輕一點 跟你的板子也會比較大一點 這兩個牌子都是比較有信用的牌子 大家可以去選購 Poly System是 Traditional Dink Repair Kit 那這個kit裡面會有很多東西 同樣也是 你一定要選購 多一個材質 iposition iposition Poly 這個是需要花多一點時間 但出來的效果會更好 從上部跟之前一樣 確保Dink是乾淨的 我們就可以開始 Rosin和Q-Cell Filler混合至均勻到 Find Slim的狀態 確認均勻後再加入Hardener 加入Hardener之後動作要快 Apply mixture到整個傷口上 乾硬之後再做曬布 乾了之後再用砂紙打磨至平滑 剪出比你傷口大一點的Fiber Glass 確保能完全覆蓋整個丁 Hardener 先抹一點在傷口上 再把Fiber Glass蓋上 抹上適量的混合物質 到Fiber Glass完全被覆蓋 先用粗砂紙打磨至順滑 加水用細砂紙打磨 完成後完全不會摸得出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的板子真的破的比較大 或者是你破的地方會影響到整個板子的結構 譬如說是農骨或者是Fim Box 還有Lish Box這些的話 建議你真的去找專業的事幫你補 因為這些你自己家裡沒有那麼多工具 就去找專業的去做吧 不要省那個錢 真的 幫你整個板子廢掉 還要買一張新的 那是新套 變旅行的話 建議大家記得要Brain Putty 還要Tape 或者是你是完美主義的 希望那個顏色跟所有的 就像新的一樣 你可以去找專業去幫你 因為 女人家真的很厲害 我們先這樣 Bye